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为了给家里人一个惊喜 我翻窗子偷偷溜进房间 却发现屋子里全是血腥味 我爸死在衣柜里 而那个凶手正坐在客厅跟我奶奶喝茶 我知道他在等我回家 杀掉我 一 小月呀 去领通知书了 一会就回来 你喝茶 喝茶 我奶奶忙着眼睛殷勤地招待着凶手 他手里的刀子还在滴血 血水砸在地板上 点点滴滴绽放 凶手是我男朋友顾泽 他为人偏激 脾气暴躁 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早在报志愿的时候 他就蛮横地要求我跟他报同一所大学 而我不愿受他前置 悄悄改了志愿 去了一个离他很远的城市 他得知我被Top2高校录取的消息 觉得我背叛了他 所以找上门来报复我 2 我蹲在衣柜旁 抖着手发了报警短信 点击发送的那一刻 我爸的尸体从衣柜里倒了出来 发出冬一声闷响 是谁在那里 花花吗 奶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花花是我家的花猫 也经常从这个窗户钻进来 客厅里凳子一动 我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 是固则 我无处可躲 心惊肉跳地钻进衣柜 躲在角落里 用衣服遮挡身体 透过衣服的缝隙 我看到一双带写的白椰子 停在我爸的尸体旁 而我爸的身体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着倒在地上 一双充满红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 正对着衣柜 我心跳如雷 浑身站立 紧张到腹痛 一手攥着手机 一手拿了一架做防身工具 正在这时 喵的一声 花花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 静止跑向客厅 花花 你怎么回来了 快出去玩 家里有客人 我奶奶用拐杖敲了敲地砖 凶花花 顾泽转身走出去的时候 我收到了110的短信回复 说我家在郊区 位置相对偏僻 但他们会尽量在十分钟内赶到 让我务必坚持一下 十分钟 我只需悄无声息地躲在衣柜里 坚持一个课间的时间 就能活下来 而顾泽在没有等到我之前 应该不会杀掉我奶奶 我正在盘算着 一双带鞋的大手 猛地扒开我藏身的衣服堆 顾泽笑意冰凉 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 贱货 找到你了 三 我尖叫着用衣架打向他 他抬着一只手臂挡着 拎小鸡一般将我拖出来 一巴掌一巴掌的大力扇着我 嘴里不停骂着 臭婊子 贱货 我惨叫着 倒在地上 抱着头 大喊着救命 他对我拳打脚踢 讨笑着道 贱货 竟敢背着我抱别的大学 说 你是个贱货 说 快说 我哭着说 我是个贱货 我是个贱货 大点声 我用更大的声音哭喊着 我是贱货 我是贱货 四 年迈的奶奶浑身哆嗦着挪到门口 不知所措 小月 小月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奶奶的出现给了分散了顾泽的注意力 也给了我勇气 我猛地抬腿提向顾泽的下身 他惨叫一声 捂着裆布倒在地上 我趁机扶着奶奶往外跑 奶奶看不见 跑不快 推着我说 小月 你快跑 别管奶奶 我拼命摇着头 哭着说不 你们谁也别想走 今天都得死 顾泽摇摇晃晃站起来 一脸阴狠 犹如地狱恶鬼般 一步步走过来 我绝望地朝顾泽求饶 顾泽 你冷静一下 求你放过我奶奶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话还未说完 便被顾泽的咆哮声打断 臭婊子 老子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 你不是最爱你奶奶吗 老子剁了他 他猛的一刀筒向我奶奶 随着我奶奶的一声惨叫 血水喷涌而出 我大声尖叫着 扑向这个魔鬼 被他一刀刺中肚子 踹翻在地 他舔了舔嘴角的血 鸣笑着走向我 观月 别怕 我们很快就可以团聚了 但说着说着 他的嘴角竟流出黑色的血水 他捂着肚子 艰难地看向客厅的茶几 满寒愤地道 死老太婆 竟然下毒 我这才想起来 我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鼻子和耳朵特别好使 顾泽杀了我爸后 他一定察觉到了 所以假装老年痴呆 倒水的时候 偷偷把家里的老鼠药放了进去 骗顾泽喝了下去 其实 只要再多等五分钟 奶奶根本不用死 我再晚回来五分钟就好了 五 这 就是轰动一时的文科状元 灭门惨案的前后经过 也是我向警察讲述的内容 六 这个案子动机明显 事实清楚 且证据练完整 现场的痕迹 尸检的结果 一切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事实 死者固责就是 裂门惨案的凶手 本以为会很快解案 但 在我去上大学前夕 警察再次找到了我 说经过侦查和走访 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叫我配合调查 这次带队的是一个叫 无庸的青年警察 我对他有些印象 以前他曾受邀到我们学校 做法律知识讲座 一板一眼的 一副眼里融不得沙子的样子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总觉得 无庸来者不善 他一来就指挥人 在这个破败的农家小院 屋内屋外到处勘查 还丈量了我卧室窗户 距离地面的距离 忙得热火朝天 我很清楚 这是一种扰乱犯罪嫌疑人 心理防线的审讯手段 但 我又不是凶手 我慌什么 我泡了些野茶 端了些自制的点心 放在桌子上 象征性的招待一下 气 无庸站在书架左看右看 最后戳出那本 被我快翻烂的白夜行 你也喜欢东野龟吾 我不置可否到 算不上 二手的 花了五块钱 他拿着书坐回椅子上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漫不经心的看着我道 关月 既然你也喜欢看悬疑推理小说 不如你来说说 灭门残案里 最后存活下来的 会是什么人 不知道 武警官 我就一个高中毕业生 哪会什么推理 我垂下眼眸 端起水杯 喝了一大口水 我倒认为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命大的受害人 第二种嘛 也有可能是狡诈的凶手 他后半句话说得很慢 说的时候 一直看着我 似乎试图从我脸上 找出点什么 武警官是什么意思 我冷冷地看向他 他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打打印纸 敲了敲道 关大状元 解释解释吧 经过走访和调查 我们发现 你的证词跟现实不符 你和家人的关系 并不像你描述的那么美好 你的邻居说 你奶奶是你微笑把星 对你非打即骂 极尽虐待 你小时候 母亲因为承受不住 长期家暴 自杀身亡 你父亲是赌成性 欠了一屁股赌债 但你的证词里 却对他们毫无恨意 甚至充满温情 这不合常理 我急到 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在说些什么 武警官 我一个女学生 平一几致地杀了三个人 而且其中两个是我的家人 家庭关系不和睦 就有作案动机 这就是你们的办案逻辑 他摆摆手 别急 还有呢 说完 他拿出一份报纸 放在我面前 这个在公交车上 流产的女高中生 是你吧 为什么隐瞒流产的事实 我有些生气地道 流产是顾泽杀你全家诱因之一呢 武庸说 我被气笑了 武警官 你搁这说书呢 武庸扬了杨手里的资料道 我可是有顾泽的体检报告的 下丘脑垂体瘤 导致的性功能障碍 我猜 你跟他 还没有过那种关系吧 突然被一个男警察问及 这么私密的事情 我顿时涨红了脸 武警官 我想这跟灭门案 没有丝毫关系 我拒绝回答 我说过的 顾泽杀我全家 是因为我 试图脱离他的掌控 惹怒了他 你调查过就应该知道 顾泽作为校霸 霸凌了我整整三年 他掌控欲极其重 到了变态的地步 武庸挑了挑眉毛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这种智商的人 会被人霸凌整整三年吗 官月 你之所以维持这段关系 是因为你另有所图 我气得浑身发抖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图什么 武警官 我不接受你的无端猜测 你最好拿出证据来 否则 就请离开我家 无庸啪一声拍在桌子上 官月 不要以为你是高考状元 就了不起了 配合警方调查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掌握的比你想象的要多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关于灭门残案 是你自己承认 还是我帮你回应 在这些警察眼里 女性嫌疑人心理防线 要脆弱很多 不惊吓 只需下上一下 便会露出马脚 甚至会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然后在暗图所记 寻找证据 形成完美的闭环 这是所有破案方式中 最省力的一种 也是最投机取巧的一种 但他不知道 我根本不怕这些 爸 我站起身来 贪贪手道 比声音大 我比不过你 比脾气 比职位 我也比不过你 既然武警官非要说我是凶手 那就请你帮我回忆回忆吧 顺便让我看看 武警官想象力有多丰富 无庸愣了一下 很显然 他没料到我会借力打力 把热山玉抛给他 那现在他就面临一个难题 要么说出他掌握的情况 要么吃别走人 吃别走人的话 就等于他承认他什么都没掌握 想空手套白狼 炸我 但 如果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 做出正确的推理 真相真如他所说 一击击中 就很有可能大获全胜 反之 就等于他亮出了自己并不出彩的底牌 招视自己的无能 以后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 九 武庸叫了一名女警进来看着我 自己站在门外点了一支烟 再回来的时候 他最终选择孤注一掷 开始帮我回忆真相 十 你奶奶无条件溺爱自己的儿子 不仅不劝阻 还破为你母亲 你母亲不堪忍受 看不到希望 上吊自杀 那年你才六岁 失去母亲的你 本应被父亲和奶奶加倍爱护 但你父亲依旧沉迷于赌博 而你奶奶重男轻女 不仅对你恶言恶语 还任你自生自灭 所以 你小时候好几次 差点饿死 是邻居看你可怜 偷偷给你一口吃的 初中你被迫退学两次 差点被你父亲卖了 是负责任的班主任 几次三番到家里 做你父亲和奶奶的工作 减免了一切费用 你才得以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自中学以后 你就想尽办法住校 不回这个毫无温暖可言的家 所有的寒暑假 你都在拼尽全力打工挣钱 高中时 你遇到了顾泽 他是校爸 专喜欢欺负漂亮的小姑娘 其中一个就是你 你们的纠葛维持了三年 他对你的要求很多 比如 要求你成为他的仆人 身心只忠于他一人 你一一答应 无比乖顺 并让他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但极少人知道 你这个年级 第一选择跟顾泽绑定在一起 是为了吃饱饭 不发愁住宿费 顾泽长相和家世都不错 高考后 你一度打算锁定这个金规序 那晚 你们打算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但你完全没想到 到了最后关头 顾泽居然不行 他的下丘脑垂体上长了瘤子 压迫了脑神经 影响了性功能 所以 你很失望 欲求不满的你 为了报复顾泽 找了别的男人满足自己 后来 高考成绩出来了 你成绩很不错 成了文科状元 占有欲强的顾泽 要求你跟他报同一所大学 但这时的你已经看不上顾泽了 你觉得 Top2大学里 一定更多更好的金规序可选 所以 你急需摆脱顾泽 与此同时 你的赌鬼父亲 看上了你的高额奖学金 他伙同你奶奶 用卑劣的手段 从你手里抢了过去 钱被拿去还了赌债 剩余的一点 也被他在赌桌上 说了的金光 得知消息的你 恨不得他去死 更要命的是 此时 有人看中你的样貌和智商 找了你的瞎眼奶奶 要出三十万彩礼 娶你过门 你奶奶见钱眼开 喜不自胜 压根没跟你商量 便一口答应了 至此 你彻底黑化了 你觉得 你的人生要想走出阴霾 有三个人要摆脱 一个是你的赌鬼父亲 一个是你的恶毒奶奶 还有一个是顾泽 所以 你制定了一个计划 你故意让顾泽知道 你流产和被Top2大学录取的消息 等顾泽一到 你先示弱 被他暴打一顿 而后跪地求饶 让他放松警辟 喝了掺了老鼠药的茶 毒死了他 而后 你又杀了瞎眼奶奶 擦掉你的指纹 伪造好现场 嫁祸给顾泽 最后 打电话报警 正是因为你做贼心虚 担心警察发现 你的杀亲动机 所以你的供述里 描绘了一场 奶孙情深呼救的戏码 十一 后面的不用我说了吧 这招借刀杀人 你用的相当不错 可惜 你没想到 警察会查得那么细 察觉到你的证词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还留意到了 你流产的消息 我们顺着这些疑点 调了监控 走访了你的同学 老师和邻居 官月 你招了吧 就是你 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奶奶 又杀了顾泽 你这个幸存者 就是凶手 是不是 说 无庸猛地提高音量 吓得我一击灵 回过神来 我再也控制不住 扑到洗手台 呕吐起来 嗓子里像是 有一头野兽 发出声嘶力竭的悲鸣 与此同时 眼泪和鼻涕 也一起喷涌而出 我嚎啕大哭起来 无庸提高了声音 一正词言地冲我道 官月 法网恢恢 说而不漏 没有人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坦白从宽 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量帮你减刑 两分钟后 我冲掉呕吐物 洗了把脸 走出卫生间 十二 我红着眼睛 宛如爬出地狱的恶鬼般 盯着坡有些得意的无庸 武警官 有句话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人性最大的恶 是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 最大限度的恶心别人 你以为你是谁 仅凭监控 老师同学 邻居的直言片语 就可以还原事实真相 你太自以为是了 我疯了般咆哮 由于太过激动 浑身肌肉抽搐 站立 无庸是以我冷静 可我根本冷静不下来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你做调查的时候 我的邻居没有告诉你吗 我 官月 在我家周围有限的范围内 人尽可服 他们只说给我吃的 没说那是我拿身体换的吗 你能想象得到 我那瞎眼奶奶 拉着只有七八岁的 我在周围转 谁给钱就能摸一下吗 在学校被霸凌 回家还要面对 强迫我赔税还赌债的父亲 拉皮团的奶奶 我被家暴被霸凌 被猥亵被强暴的时候 你们在哪 你们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装正义之神 眼见场面失控 一旁的女警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扶我坐下来 倒了杯水 放在我面前 示意我平复情绪 慢慢讲 十三 我端起水杯 一口气喝完 又问无庸药了一根烟 点燃之后 狠狠吸了一口 呛得直咳嗽 没错 一切都是我故意为之 这个灭门案 我筹谋了很久 两年 确切的说 快三年吧 从被固责霸凌 那天开始算 正如武警官所言 以我的智商 根本不会被固责霸凌三年 所以 我根本不会用武警官所讲的那种 普通又常见的方法 杀个人 把自己搭进去 可不是明智之举 你们当警察的 应该比我更清楚 杀人的途径很多 不用自己动手的方法 其实有不少 不是吗 所以 我官月若想杀人 一定会合法合规 不给警察添麻烦 十四 我讲述的真相 十九岁的夏天 我在公交车上流产了 还上了当地新闻 没人知道 那天其实有两则 关于我的新闻 除了我流产的 这个花边小新闻 还有一则是我被 TOP2高校录取的喜报 更没人知道 这两则新闻 将成为我的杀人戾气 而且 我蓄谋已久 一 高考685分 让我成了当年的 省文科状元 当之无愧的 被全国TOP2高校录取 成为全市 为数不多的寒门柜子 得知被录取那天 我去药店买了 米菲丝铜和米索前列唇 药店的店员说 打胎需要三天时间 前两天服用米菲丝铜 终止胚胎发育 第三天吃米索前列唇 促进子宫收缩 一般用药后半小时 我吃了米索前列唇 啊 小妹妹 你怎么了这是 哪里不舒服 一个上班族模样的中年女人 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虽然没照镜子 但我知道我的脸色 一定难看到了极致 那一刻 我腹痛男人 满头冷汗 蜷缩在公交车座椅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天 她流血了 怎么会这么多血 小姑娘 不会是来那个了吧 这 我怎么看她 这个样子像极了 流缠 对 我正想说呢 作孽呀 我看她还没二十吧 年龄不大 就这么不剪点 车上的人七嘴八舌 不少人眼神既有关切 又有八卦 但更多的人在吃卦 一个漂亮清纯的少女 疑似流产 再加上一身 洗得发白的校服 足以让人脑补出一部 狗血青春偶像剧 我咬紧牙 抬头死死抓住身边 带记者胸排的女孩 艰难地说道 姐姐 麻烦 送我去 医院 56路公交车通往是新闻中心 车上向来有不少记者 我之所以选这个记者 是因为她看起来参加工作不久 甚至还处于实习期 老记者可能看不上 女高中生流产这种花边小新闻 但新人不一样 新人不仅富有同情心 还缺机会 他们需要抓住一切机会 证明自己 果然 她犹豫了片刻 脱下外套 弯下腰 围在我腰间 冲司机招手 师傅 前面的师傅又停下 这位小妹妹不舒服 三 第二天 标题为女高中生公车流产 引发婚前性行为 热议的新闻 赫然出现在 当地销量最大的报纸上 还附了一张 我那天在公交车上 痛到变形的侧影 新人为了上位 也是拼了 可以说毫无下限 但 这正是我想要的 文章里的主人公是匿名的 但就凭这张照片 我男朋友顾泽 一眼就能认出了我 而他就在试新闻中心 进行暑期实习 他的父亲顾校长 对他期望很高 高考完就脱了关系 让他尽晚报不实习 所以 不出意外 他一定会看到 而这个文案 能让他怒火中烧 因为 我跟他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 并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不能 没有人知道 他年纪轻轻 便有性功能障碍 四 这三年来 他霸凌我 一大半原因是他喜欢我 但又不能对我做什么 所以 这种情感 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宣泄 越是得不到便越想 到了毕业季 他对我的战友欲 已经到了顶峰 拍完毕业照的那晚 他掐着我的脖子道 关月 你若是敢背叛我 我必定叨了你 我自然小鸡啄米般的点头 我明白 关月是主人的私有物品 奴婢 宠物 只有主人抛弃关月 关月断不敢做对不起主人的事 则 你这个年纪第一 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都说有才气的人都有几分傲骨 你这么没骨气 也能当第一 当真是稀罕 他得意捏着我的下巴 调笑着 我垂下眼眸 娇笑着银河 这些年 我从未违逆过他 从不触碰他的逆灵 跟我相处极其舒适 这是他霸凌我的另一个原因 笑霸固泽脾气暴躁 却有个学霸女朋友 人人皆以为我图他模样好 图他家是好 却不知我图的是他暴躁异怒 打架不要命 脑子简单 能做我的刀 在这三年中 我一直对我的同学和顾泽 隐藏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和家人的关系 一方面 我想营造了一个 家庭温暖和睦的假象 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麻醉自己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下棋 我不止一次的暗示顾泽 我的家人对我很重要 只要顾泽一生气 我就会向他求饶 总会顺口说一句 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家里人 在恶劣环境下成长的我 深安人性 我明白 人天生有反骨 越是禁止的事情 越要去尝试 我所做的是不断地强化它 最后 找一根或者两根导火线引爆它 用一个一键双标的方式 摆脱掉所有的不利因素 去上大学 过全新的生活 五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成了炙手可热的省文科状元 但顾泽满横地要求 我拒绝Top2大学的橄榄枝 跟他报考同一所大学 我答应了 为了让他放心 甚至当着他的面 填报志愿 但 我转头就偷偷修改了志愿 依旧去了Top2 试想一下 看在我在公交车上流产的新闻的那份报纸 在头版显眼的位置 赫然就是我被Top2高校录取的大红喜报 对于顾泽来说是何等惊喜 这是我为顾泽准备的双杀 这足以让他失去理智 彻底疯掉 去帮我做一件事情 而在这件事没有实施前 我绝不会让他见到我 我把手机关机 让他联系不到我 体验到背叛的顾泽 愤怒直在一次次联系卫果中达到顶峰 他再也忍不下去 直接去我家找我 15 我吐出最后一个烟圈 暗吸了烟头 抬眼看着无庸和那位女警察到 所以 那天 我越是保护我的家人 顾泽就越要杀了他们 那个老鼠妖真不是我吓的 杯子上连我的指纹都没有 你们也不想想 顾泽连杀两人 就算判不了死刑 也会是无期徒刑 我不用费那个劲 如果不是我那瞎眼奶奶下的那个老鼠妖 他真的会捅死我 也不用你们想尽一切办法 往我身上安罪名了 所以 从一开始 我就讲了 在这桩灭门案里 我唯一的失误 就是早回来五分钟 连累自己挨了一刀 差点丧命 仅此而已 我讲完了 两位警官 请问 你们打算以什么罪名代步啊 吴庸和那名女警 对我的讲述震惊 久久回不过时而来 见他们没有说话 我盯着吴庸继续说道 吴警官 拜托以后 拿不出证据证明我杀人 就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和学习了 你没有必要 一而再再而三 为难一个 用尽全身力气才长大的人 对不对 那一刻 吴庸的脸色苍白如指 十六 吴庸临走前 对对着我站了足足五分钟 他们收队要回去的时候 他才转过身 有些不甘心地对我道 我始终相信我的直觉 官月 我笑道 但直觉不能作为破案依据 不是吗 吴警官 他叹了口气道 法律规定 一罪从无 官月 如果真的是我冤枉了你 我向你道歉 暮色里 他走了两步 又转回来 在我面前站定 官月 最后 我再送你两句话 真正勇敢的人 是在看透生活的本质后 依然心存热爱 你既然已经见识过黑暗的底色 那么 我希望你的余生 可以去寻找光明 我忍住眼底的酸涩 点点头道 我会的 吴警官 谢谢 十七 十年后 我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悬疑小说家 一次出行 在动车上 我遇到了当年跟吴庸一起巴胺的女警察 正带着自己的女儿暑期旅游 他女儿正是我当年的年龄 没想到居然还是我的粉丝 旅途中 女孩问我借一本小说来打发时间 大大 你这本白夜行里面的内容 好像是嫌疑人X的现身 是不是包错书皮了 我笑笑说 这是个道具 我正在写一部小说 要用它维持灵感 他凑过来 好奇地问 什么小说 大大 方便透露一下吗 我想写一个白夜行同人故事 内核是嫌疑人X的现身 你想想 雪碎杀了人 亮丝把自己伪装成凶手 牺牲自己给雪碎脱罪 是不是很有看点 一旁的女警官猛地看向我 一脸不可思议 有些激动地道 官月 这才是当年的真相 是不是 我愣了一下 扑哧一声 笑了 警官 你想什么呢 我刚才只是在讲小说剧情而已 他本来亮起来的脸 一寸寸暗淡下去 有些失望地点点头 道歉 当年的事 实在是太令人难以忘怀 吴队长当年 因为这个案子消沉了很久 他觉得他输给了你 你们那么就希望我是凶手吗 我皮笑若不笑地看着他 他摇摇头 有些自嘲地笑道 也不是我们只是想寻找真相 不希望放过任何一个 应该被绳制以法的人 我淡淡一笑 我想 当初制定法律的人 初衷应该在于成乐阳善 给人希望 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机器 而应该是道义的载体 所以 有时候 真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大大 原来你就是当年跟吴队兑现的 那个高考状元啊 你可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至今咱们整个学校都是你的传说 励志又富有传奇色彩 尤其是最后的灭门惨案 你跟吴队的那场嘴仗 你为自己的辩护 简直太精彩了 女警官的女儿像 发现了新大路 对着我 叽叽喳喳 兴奋地说个不停 她无奈又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冲我说抱歉 十八 他们在下一站下车之后 我在电脑上继续敲下我的小说 亮丝对雪碎说 我必须是个恶人 一切才说得通 这一点永远都不能改变 雪碎 你一定要记得 雪碎抱着亮丝 哭着说不行 亮丝努力安抚雪碎 让她冷静 一定要镇定 雪碎 你听好了 我们要准备好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我是霸凌者 你的家人是爱你的正常人 因为这么说最符合常理 也能最大限度保护你 不让他们注意你流产的消息 忽略你被至亲下药迷奸的事实 从而隐藏你的杀人动机 没有杀人的理由 就很难被警察怀疑 所以 如果你足够幸运 第一个故事就结案了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若是遇到难产的警察 你要记得 无论他讲出什么样的故事 你都需要表现出 被说众一样的痛哭流涕 情绪崩溃 让他有成就感 让他轻视你 如果他露出得意的神情 你就成功了一半 因为 他以为你的心理防线 已经被他击破 溃不成军 所以 接下来无论你说什么 他都会信上几分 对于他所讲的内容 你需要做三件事 肯定一部分 补充一部分 否定一部分 肯定无关紧要的部分 否定掉对你不利的违法部分 而补充的内容 一定要有违道德 要惊世骇俗 但又足够令人同情 你要把你前十九年 最起码近三年的经历 都编进去 讲一个闻所未闻 不同以往的谋杀故事 一个游走于法律边缘的 第三种谋杀 只有你承认你的不道德 你的黑暗和卑劣 你否定最致命的指控时 才不会显得突兀 才不会令人难以接受 雪碎哭着说自己做不到 亮丝打了他一巴掌 冲他吼道 雪碎 拿出勇气来 你那么聪明 那么努力 从最底层浑身血污爬上来 谁都不可以挡你的路 你可以的 你可以做的 相信自己 现在跟我一起说 你没有杀人 你不是罪犯 雪碎哭着附属道 我没有杀人 不是罪犯 大点声 亮丝凶狠地道 雪碎哭着用更大的声音喊道 我没有杀人 不是罪犯 亮丝握住他的肩道 记住 撒谎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先相信 只有你自己信了 才有可能骗到别人 雪碎扑进亮丝的怀里 气不成声 亮丝无比眷恋地 抚摸着雪碎的长发 猛地推开他 端起茶几上的茶一眼而尽 然后 一刀刺进雪碎的腹部 这个部位不会致命 刀不要拔 等到警察来了 让他们来帮你拔 希望这一刀 能帮你留在第一个故事 我走了 雪碎 我的雪碎 真的很高兴能帮到你 你喝什么呀 亮丝 你怎么了 雪碎挣扎着去抱亮丝 对亮丝再次推开 我的脑垂体肿瘤已经扩散 离死不远了 雪碎 我不想化疗 不想掉光头发 熬成一具尊严全无的活干尸 如今 这个死法不仅不痛苦 还很有意义 我很满意 也很开心 我必须死 雪碎 这个案子 如果我不死 纵然我身患绝症 以我父亲的性格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帮我脱罪 那事情就会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 那我就无法保护我可怜的雪碎 我深爱的人 雪碎 好好活着 亮丝倒在地上 睁大了眼睛 盯着天花板 目光渐渐涣散 雪碎跪坐在亮丝身旁 发出绝望的哀鸣 腹部的伤口流出大量的血水 浸湿了单薄的下衣 蜿蜒而下 流淌了一地 十九 敲完这些字 我无力地闭上眼睛 两行冰凉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路过的乘务员弯下腰 轻声询问 女士你好 身体不舒服吗 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 没什么 只是突然有些难过 全文完